阅读能够陶冶心灵 但是新竹县竹东正立图书馆 新建超过了半世纪 位置偏远 设备老旧 再加上空间不足 民众是抱怨连连 那么正宫所规划 在客家文化大合城旁 要盖新的图书馆 有亲子阅读 展演空间和数位区 要注入一文能量 研制斜坡 就能看到一栋高耸建筑被树林环绕 竹东正立图书馆 新建超过半世纪 许多民众抱怨建户老旧 位置偏远相当不便 小朋友可以来这边 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本 可以带回去看这样子 如果有新的图书馆 然后会更好 环境可能会更好 会比较偏远 所以在市中心点比较高 对啊 会比较好 竹东正立图书馆 成立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 既有的设施及设备 无法满足我们民众的需求 所以证明对我们新馆 是很多的期许 今年4月争取到客委会的补助 益住经费来办理新馆的建设的可行性评估 及先期规划 图书馆尽优 但设备老旧 空间不服使用 客委会补助加上公所自筹 规划设计900万 召开可行性评估说明会 要在转运站和文化大合成中间盖主动知识客栈图书馆 地上4层地下2层 1楼为亲子阅读空间亲食店铺 2 3楼书库 4楼多功能教室 地下室则有自修室数位区和停车场 初步的设计地下一楼有自修室 视听数位空间行政办公室 地下室2楼有停车场 1楼则有咖啡亲食 2楼则有文化展示的空间 3楼有长书阅读的空间 4楼则是多功能的空间 相关单位和地方都提出意见 外观以客家三合院为构想 未来长数量也会增加 规划设计和用地取得约一年 施工则是两年 要来打造更宽敞舒适的新图书馆 感谢观看